所谓罗云熙继《长月静明》后的又一部古装剧 且还是武侠题材 《水龙吟》自然也能成为了大众所关注的焦点 改编自腾评小说《千结梅》的《水龙吟》 有着非常精彩的剧情 各种江湖的恩怨情求算计 背叛政邪之争 以及各种谜局的交织整体的剧情看点 可谓是非常的充足 在说英雄 谁是英雄莲花楼等武侠剧 在这两年的大放异彩 同题材的《水龙吟》 无疑将是下一步有望出圈的武侠大作 已经确定出演该剧男主的罗云熙 有着非常帅气的外形条件 演技实力也是同期小声中的佼佼者 在古装剧中的表现尤为的出色 早先成名之作《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润玉 再到《长月静明》的《谭台静》 罗云熙不仅古装造型非常的上进 而且在对于角色的把握和呈现上 也是十分的出色 此番再度出演武侠剧中的男主 罗云熙的表现无疑又会非常优秀 值得大家好好期待一番 众所周知 《水龙仪》是一部标准的大男主剧 其中的女主相关戏份并不多 但即便是镶边女主 也仍旧吸引了众多小花的关注 而其中看照豆瓣等主流网站的信息 其中以下的四位高颜值小花 在基本确定出演后 也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和惊喜 第一位就是凌云 作为目前暂定的女主 五官甜美 气质清新的凌云 尤其是在《孟华路不完美受害人》等剧的 沉淀和提升之下 所具备的实力还是能很好诠释角色的 与罗芸汐的组合 整体的CT感也在线 算是一对竞争力非常足的组合 第二位则是陈瑶 作为公认的甜美系美女 陈瑶的发展虽然有些不尽如人意 但出众的颜值 出挑的身材以及古装造型 还有得到了观众认可的超强演技 仍旧让陈瑶有着极强的抗拒能力 这次若能出演《水龙银》 陈瑶的表现必定是最大的亮点之一 第三位则是包善恩 虽然才出到不久 但颜值出众的包善恩 却是已经在多部热门作品里 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 在合作诚意的英雄之中 也展现出了对古装的极高驾驭度 有她的参演 也是为再度提升了整部剧的颜值竞争力 第四位就是孙真妮 凭借着《长月静明》中翩然一角 也是让这位00后小花 彻底打开了知名度 灵动绝美的古装 客班出身 所具备的扎实演技 已然是新进的古装女神 此番若能再度解锁武侠剧中的侠女角色 对于孙真妮来说 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除此意外 近两年在古装剧中 大放一彩的萧顺瑶和于成恩 两位高颜值的人气小生 或也将参演该剧 这两位都有着非常出众的外形条件 而且在各自主演的剧集中 也都有着非常亮眼的发挥 尤其是萧顺瑶 在连花窝中的敌飞生一角 可以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她的助阵 也是能让水龙吟的男主阵容 变得更为强劲 由此可见 罗云希的这部新剧水龙吟 阵容上的配置可谓是非常的雄厚 尤其是女主阵容中的四位小花 可以说各个都是古装美女 在颜值机正义的古装剧法则中 已然是占尽了先机 整个阵容在颜值上 无意堪称古装天花版 当然了 随着水龙吟的开拍进程不断推进 我们后续也能得到更多的剧集信息 若真是以上的这套阵容主演 那水龙吟无疑就是未来 最值得期待的古装剧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